我還沒有開幕就碰到一個 他就很積極 一天要讓他打電話給我 然後還寫企劃書喔 維銘哥你知道要怎麼開怎麼開 然後沒事就上來台北 跟我開會什麼的 弄一弄 然後我就很信任他 我就講好 我還跟他講好說 我的股份大概會給他多少 就是如果賺錢的話 大概給他多少 然後薪水一個月 他那時候跟我 一開始我們講四萬 而且我再跟他說四萬的時候 他說沒事啊維銘哥 你不用跟我談錢啊 我不是為了錢 就是他喜歡開幕前一個禮拜 他突然跟我來一個說 他爸爸失智 那我可能就是上班的時候 我要多一點時間 去照顧我爸什麼 又隔兩天跟我說 他奶奶住在屏東啊 就突然中風癱瘓 不能動 他要回去照顧他什麼 編了好幾個禮物的重點就是 維銘哥 我覺得這個 我們大家要 談一下那個薪水 因為我可能 我有實際的困難 我說沒事啊 大家這麼好 你也這麼認真 他多少錢這樣 二十萬 蛤 太多了吧 對 太多了吧 應該是這裡面 最不賺錢的一個 我純粹是開一個興趣 因為這利潤很低啊 那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喜歡騎摩托車嘛 布品是什麼意思 布品就是我們這個業內的統稱 就是只要賣 騎摩托車的人身上穿戴的裝備 這種東西我們統稱為布品 有包括車子嗎 不包括車 所以你不賣車 我不賣車 因為我小時候念國中的時候 當時台灣還有美軍駐紮 哇塞 然後那個萬年百貨開幕 喔 好久喔 以前 對 萬年百貨開幕 然後我們就去新門廳玩 那時候沒有什麼摩托車 所以那個時候的哈雷機車 對我們來講是 你好像看到觀世音譜 他伸 伸伸一樣 出群一樣 對 講鞠躬啊 你就在萬年那個門口 停車場那個地方 幾個人在沒事在那邊聊一聊 就突然聽到一個聲音 然後你眼睛就一看過去 以前的那個 性病醫療防治中心有沒有 西門町 對 就那條路過去 我眼睛一轉過去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人 就一個白人 上身沒穿 然後下面穿一個牛仔褲 穿一個靴子 然後這邊用美國國際 哇塞 然後去性病醫療中心 對 帶一個月好 對 然後去性病醫療中心 然後他出來 電影出來這樣 沒有這件事情 讓我好好講 然後那個把手很高 你知道嗎 就這樣 然後他停在那裡 等他的朋友 後面三台車 其中一個帶了一個女生 四個都美軍 當時美軍其他人這樣 深深影響你 對 就深深影響我 我還沒有開幕就碰到一個 在住在中部的一個朋友 他開過布品店 他有經驗 生意很好 大家都很了弄 他本來是當店長 離職不幹 他就很積極 一天讓他打他給我 然後還寫企劃書 維銘哥 你知道他怎麼開 然後沒事就上來台北 跟我開會什麼的 弄弄弄弄 然後我就很信任他 我就講好 我還跟他講好說 我的股份大概會給他多少 就是如果賺錢的話 大概給他多少 然後薪水一個月 他那時候跟我 一開始我們講四萬 而且我在跟他說四萬的時候 他說 沒事啊 維銘哥你不用跟我談錢 我不是問你錢 就是大家喜歡 最怕這句話了 你又愛車 維銘哥你又愛車什麼 不用探險 好啦 現在我裝潢什麼都弄 他全程參與 而且在裝潢期間 他比我還積極 他常常在工地打電話 就說維銘哥我覺得什麼什麼 我就殺他過去 他已經在那邊 你就覺得 哇 我們太幸運了 碰到一個這樣的好人 要裝潢好了 然後店已經都弄好 準備開始進貨 一樣一樣開始進來 開幕前一個禮拜 他突然跟我來一個說 他爸爸失智 那我可能就是上班的時候 我要多一點時間 去照顧我爸什麼 又隔兩天跟我說 他奶奶住在屏東啊 就突然中風癱瘓 不能動 他要回去照顧他什麼 編了好幾個禮物的重點就是 維銘哥我覺得這個 我們大家要 談一下那個薪水 因為我可能 我有實際的困難 我說沒事啊 大家這麼好 你也這麼認真 他多少錢這樣 二十萬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對我自己評估就是 我那個店大概一個月 也賺不到二十萬 然後後來就不來了 就直接沒來 然後我才臨時 找了我一個表妹 她學會計來幫我 然後臨時在從朋友的 那個餐酒館 抓了兩個小朋友來 先幫我 這個新的一年 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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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明明天就可敬下午 心想實聲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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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性 魏 大運 龍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